10号通过地城祭坛顺利来到无量天 可怎料刚一落地又惨遭囚禁 书接上回由于迦德执迷不悟 被老者一巴掌扇飞之后 他怒不可遏 到了这种境界被扇耳光 绝对是天大的耻辱 迦德怒吼道 小小一个修士值得你这样动手吗 老者平淡地回应道 你也感受到愤怒了吗 但你刚才欺凌这个小修士的时候 他也是这种感觉 迦德怒吼道 他凭什么能跟我比 老者见迦德还是没有清醒 再次给了他一巴掌 那你又怎能跟我比呢 你最近参悟化魔大法 心境已经出现了大问题 若不及时醒悟的话 必然会有陨落的威胁 迦德依旧不甘心地怒吼 胡说这并非是心境的问题 探查一个小修士的元神 完全就是为了守护九天十地 我没有错 老者回应道 他将来的成就不会在你之下 而你的所作所为 可能会将其逼向不朽一脉 然后老者不再轮动巴掌 直接掏出一根狼牙棒 猛力砸向迦德 尽管迦德出手疯狂对抗 但是根本挡不住老者那把兵器 砰的一声巨响 狼牙棒直接砸烂了迦德的半边身子 这一系列事情发生得很突然 十号看得目瞪口呆 这迦德算得上是一位至强者 身份非同一般 若是放在外界 会是一位屁逆天下的大人物 可如今在老者面前不堪一击 难以反抗 老者又对迦德说道 你去闭关吧 希望你能有所悔改 最终迦德被一团光包裹着 投入到远处的黑暗中 紧接着老者叫来几人帮助 十号洗礼雷蒂甲咒 使其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他轻叹道 曾经有一位盖世奇才 便穿着雷蒂甲咒离去 只不过再也没有回来 想必已经永远坠入黑暗中了吧 显然这甲咒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地城中的不少大人物看到甲咒后 眼神皆有落寞与遗憾 不久后 十号被老者送到了一座 以五色神士铸成的祭坛前 并告知十号接下来 要送他前往无量天的天神书院 希望十号可以早日成财 重回地城镇压十方大帝 其实十号还真不想那么快就离开 他想探索一下 这座古往今来最为神秘的城池 只是老者都将他送到了传送祭坛之前 自然无法久留了 十号突然又想到了叶青仙 当年他就自称来自于无人区最深处 并且他似乎与太古盟约有着紧密的关系 故此十号开口请求老者 希望能够见到叶青仙一面 但老者果断拒绝了 甚至都不曾急于解释 十号有些诧异 这叶青仙的来头似乎很不一般 竟连地城的高手都不愿意透露 很快祭坛复苏 开启了传送 斗转心仪之间 十号感觉像是进入了时光隧道 向着永恒的镜头窗去 这是仙古纪元遗留下来的超级传送阵 威力强绝无边 可以将一个人横跨古界 传送到宇宙的镜头 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十号从虚空降临到了无量天 十号万分震撼 三千道洲距离无量天路程无法估量 就算是强大的修士飞行上百事也不可能到达 但凭借这座祭坛 竟然片刻之间就来到了无量天 十号自语道 已经迟到了几个月 不知还能否进入天神书院 突然间一位盘坐在蒲团的老者 来到了十号境前 那位老者宝像庄严 让人望之声味 是个无法看透的爵士高手 十号头皮发麻 从地城到无量天 他看到了一位接一位的高手 这些都是在三千道洲根本无法遇到的 十号暗自发誓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崛起 不然这个世界处处充满危险 紧接着十号向着老者主动打起了招呼 老者盯着十号仔细观察了片刻后 说道 有点意思 修出了三道仙气 堪称资质逆天啊 只是不知道你会不会犹如史上那些人昙花一现 还是真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十号一惊 这个人太厉害了 竟然连他的身体状况都能一清二楚 紧接着老者又说道 既然有人把你送到了这里 我就不会管你的身份有多么高贵 也不会问你曾经做了什么 只会给你相应的一些魔力 十号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这老人所说的魔力让人有些毛骨悚然 他急忙询问老者所说的魔力有何寓意 老者回应道 但凡是被送到这里的修饰 都是有些过错 所以必定会受到惩罚 十号文言很是气愤 明明是迦德的过错 难道自己成为替罪羊了吗 老者看到十号惶恐的表情后又说道 你倒也无需担心 凡是被送进这座古殿的 只是略微的处罚一下而已 紧接着老者将十号带到了一片奇异的空间中 并告知十号只要能够自己离开这片天地 就算是惩罚完毕 十号在这片天地中行走了不久后 看到了一些修饰也被困在了此处 通过了解 这些人也都是天才 不是惊艳绝伦之辈 都不配进入这片放逐之地 可让十号震惊的是 他们有的人已经近来上百年了 但还是没有能够冲破封锁而离去 这些人都在抱怨 甚至大骂 因为他们当年因为无多大过错 结果一关就是数十上百年 十号哪里有时间在这里耽搁 哪怕数年他都无法接受 必须赶紧想办法离开此地才可以